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 我是林云 从不打新的股神巴菲特 在西云七段公司Snowflake上 豪赚8亿美元 长到甜头的老爸再度出手 投资了拉丁美洲金融科技公司Nubank 股票代号是NU 它将在下周12月9日 在纽交所挂牌上市 同时准备也在巴西的交易所上市 那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分析一下 这家公司为什么能得到巴菲特的青睐 公司有什么主要业务赚不赚钱 疫情对这家公司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能以发行价提前认购到它的股份呢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 在这里我们不仅会分析 好的公司和合适的买卖点 也会分享投资经验与心得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区和朋友圈 我们每天都盯盘看行情 时时发天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2013年5月呢 Newbank与巴西诞生 创始人的是戴维·韦雷斯 不过呢戴维·韦雷斯他可不简单 他完全属于华尔街投资者喜欢的那款 他出生于哥伦比亚的小企业主家庭 12岁呢就考着打工攒下的钱去买奶牛 后来呢又用奶牛挣来的钱去支付学费 从斯坦福毕业后呢 他还先后效率于多家投行 包括鼎鼎大名的红杉资本 红杉资本呢后来也参与了 Newbank多轮投资 在刚成立的时候呢 Newbank走的是单一的产品策略 至提供信用卡的服务 后来呢随着时间的参与 Newbank业务呢已经扩展至信用卡和 借记卡 个人和中小企业的支付账户 投资支付和保险经济业务等 市场覆盖呢从巴西扩展到 阿根廷 墨西哥和哥伦比亚 目前呢 该公司宣布缩减其即将赴美上市的 IPO规模 预计呢 该公司的估值呢 将达471亿美元 比最初预期呢 低30亿美元 这将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公司之一 据信呢 Newbank将其IPO的发行价呢 范围下调至8到9美元 此前呢为10到11美元 发行至少2.89亿股票 投资呢超过30亿美元 这将是今年美国的第三大IPO 为了塑造该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未来业务呢 Newbank已经聘请了摩根士丹利 花旗集团和高盛来帮忙 处理其股权的出售事业 Newbank最近还实现了董事会成员的多元化 例如呢 他在今年6月呢 邀请了巴西的流行巨星 安利塔加入董事会 最近呢又聘请了可口可乐 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 穆太康 不过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作为一名成熟投资人 咱们还要好好看看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 顺便呢去扒一扒 看是如何崛起的 8年呢 从0到1 Newbank撬动拉美金融科技行业 目前呢 已经成长为巴西最大的数字银行 2014年呢 在Newbank还是个小公司的时候 就获得了红杉资本 1400万美金的投资 2018年10月呢 腾讯以40亿美元的估值 向Newbank投资1.8亿美元 此后呢 在Newbank的一轮之后 腾讯多次跟投 在腾讯注资之前呢 已经先后获得了五轮融资 今年年初呢 Newbank获得了由DSG Gabot领头的1.5亿美元的一轮融资 晋级为独角兽 今年6月呢 Newbank获巴菲特旗下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注资5亿美元 届时公司的估值呢 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基本面 首先呢 是客户数量 数据显示呢 2018年到2020年 Newbank的客户数量呢 分别为600万 2010万和3330万 分别同比增长是98% 232%和66% 截至2021年3月呢 Newbank的客户总数呢 已经升至4810万 同比增长62% 月活跃用户方面呢 Newbank三年间的数据 分别为510万 1210万和2180万 同比增长率呢 分别为84% 61%和66% 让Newbank引以为傲的 就是较低的获客成本 Newbank的每年的80% 到90%的用户呢 是通过口碑相传 免费推荐而来 这也使得Newbank 客户增长迅速 另外呢 Newbank用户粘性强 净流失率呢 相对较低 今年的前三个季度的 平均每月流失率呢 为0.1% 而2020年的 平均每月流失率呢 为0.52% 客户数量的增加呢 直接带动了 Newbank营收的大幅增长 2018年到2020年间 其营收呢 分别为3.19亿美元 6.12亿美元 和7.37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Newbank在今年9个月里 累计创造了 10.62亿美元的营收 同比增长是98.7% 超过了以往 每一年的总营收数据 比较亮眼的 还有毛利润的增长 在2020年的 Newbank的毛利润 为3.269亿美元 较2019年的 2.479亿美元增长 31.9% 在2021年前9个月 Newbank的毛利润呢 为5.06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2.506亿美元 同比增长101.9% 尽管呢 营收和毛利润都在增加 但是呢 Newbank的亏损呢 也在增加 原因或是Newbank业务的扩张 以及收购活动 带来的成本增加 截止2021年前9个月 Newbank的亏损呢 为9910万美元 较2020年同期的 6640万美元呢 扩大49.2% 盘完了基本面 我们再来看看Newbank要面对的挑战 虽然呢 它前几年间的成长速度呢 非常快 但是前进道路上的金曲丛呢 却一点也不少 和其他初创公司一样 Newbank也长期被亏损问题困扰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 它今年前9个月的亏损 如果说按照这个速度 它今年的总亏损额呢 恐怕会比以往更高 Newbank也在财报当中承认 其收入来源呢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信用卡业务 而巴西政府和银行呢 正在讨论新的政策 监管举措呢 很可能对这业务呢 产生不利的影响 例如呢 巴西政府在今年7月2日呢 就曾对消费者保护法进行修订 新规定呢 要求在发放信贷 或分期付款销售时呢 向消费者提供具体的信息 包括月利率 拖欠和支纳金的利息等 Newbank认为呢 这套新规则呢 很可能让潜在的消费者 远离自家产品 从而呢 对财务状况造成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呢 在Newbank所盘踞的巴西 哥伦比亚 墨西哥等市场上 新一批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崛起 此外呢 先前被Newbank抢先一步的银行们呢 也在快马加鞭的往前干 意图以自身庞大的资金 和用户规模实现超车 在虚拟信用卡领域呢 Newbank最大竞争对手是Banko Inter 2014年呢 Banko Inter推出了数字账户 完全在线 用户呢 可以在网上免费申请银行账户 和Newbank不同的是 这是一家真正的银行 有完整的存款贷款 信用卡等业务 2018年4月呢 Banko Inter在巴西本土IPO 是近10年来第一家上市的 巴西零售银行 在竞争对手急剧增多 且产品优势逐渐被抹平的当下 Newbank势必需要在今后呢 加大营销成本来维持高速增长 这又会进一步恶化 它本不乐观的盈利能力 此外呢 它对于信用卡外支付手段的探索呢 还处在初期 如果说不加大力度 仍有被对手弯道超车的风险 还有一个主要的风险是 其所在国家的宏观经济风险 以及公司试图减轻的货币贬值风险 不过呢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机遇也是巨大的 如果说Newbank能够 克服以上的挑战战上巅峰 那么对整个拉美的创投系统呢 又是一记强心针 而Newbank如果说能够成功 腾讯和巴菲特在整个过程当中 收获的应该不只是财务回报 此外呢 虽然说它持续经营亏损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2021年为止 这些亏损呢 开始有所收窄 虽然呢 IPO并不便宜 但是考虑到该公司的增长轨迹 减少的经营亏损 和明显的博客希尔支持 值得我们关注 接下来呢 我们教给大家 如何使用Robinhood的打新 首先呢 我们打开Robinhood的软件 登录账号 找到IPOaccess的地方 这里呢 会罗列出大家可以打新认购的股票 比如之前的BRZE和SEV上时候都长得很不错 我们进去之后呢 点击NU 看到原始发行价值8-9美元 点击绿色的按钮 表示你有兴趣认购 这里有认购的几个条件 比如说你认购之后呢 不能在30天之内卖出 防止你过度投机 然后呢 点击同意 然后它会告诉你 你认购想要的股数 不一定就是你能被分配到的股数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量的情况 输入想要认购的数量 你会看到现在的发行价是10.8美元 好了 认购申请的提交完毕 你可以选择更改你的提交 并查看认购的流程和时间线 到底什么时候NU会上市 除了Robinhood以外的证券都可以打新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询问我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说你还想听哪些个股的分析 请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